其實YC就問了阿里巴巴的9988 另外一個朋友又問 我們一起問吧 這個是Fan來的 他說他109元買的 他說現在走不走呢 YC就是沒有貨 他說目標明確就是短炒 其實80元我覺得你繼續坐下去沒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你109元是近期才買 還是炸了很久 炸了很久真的沒必要走 你近期才買就要想一下 為什麼109元才會突然覺得要買回阿里巴巴 我們在說市場覺得政策有機會改變 是說你80多元的私利 那些位置順著你就很舒服中場線炸著 那當然是中場線炸著 現在說109元我為什麼這樣說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怕你沒什麼信心 怕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市場總會朗下朗下的 最終結果就是這一刻走了再下去 下去的時候你一定不會買 然後再上來的時候你會覺得 那時候總之109元再多坐一會 其實阿里巴巴我覺得可以坐 但是短線來說 過程一定不舒服 109元開始坐 因為市場炒正策底 是由80多元開始炒 累積了兩成幾升幅上來 短線一定是要捱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太多投資想法的時候 就繼續捱下去 我覺得109元都有機會讓你收上去 但是在上網空間 在目前的水平來說 的確是不大的 但是同樣地買其他股份 之前說很強實的比亞迪也好 我也不敢保證有個很大的上網空間 所以就少做少錯 我覺得如果你是109元 你不太大駐的話 甚至只要你有本錢 可以再下去的時候去求貨 的話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純粹一注過的話 那又是拿一些平均移動線 來做一個參考位 100天線串了就離開 那道理就這麼簡單 你那個都覺得你都挺看好 或者你都建議大家都可以持有 或者買入 你是覺得螞蟻上市 會不會始終今年內 或者都會出現 就算再上 老實說也好 估值也不像之前那樣高 簡單一點 為什麼我們看阿里巴巴 我們覺得 預測市盈率都是十多倍PE 應該沒什麼問題 你看業績上面 都不是真的影響那麼大 但是問題就是 股價上升了很多 現在預測市盈率到十七倍PE 難道上升了以前三十幾倍 我們不會期望股值大幅向上提升 但是在資產配置上面 買內地補就業或者救經濟 這些龍頭股上面 是有機會180度改變的 由80元彈上升了 這些位置其實 上網空間的確不同 可以買可以不買 我會覺得 但是你說如果你在這個市場上 又想投資 又沒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這些都是一些首選的股份 好,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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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走了